维摩居士问忠相菩萨 忠相菩萨是相继佛的弟子 他问相继佛用什么说法 比菩萨语 无土如来 无文字数 那个国家没文字 说法但以仲相 令诸天人得入律心 他们文相就可以了 就开吾 接听会三续都是文相陈旧的 实际上每一个尘 六尘 每一种尘都有这个能量 见识能开吾 听音能开吾 闻相能开吾 肠胃能开吾 为什么 我们反过来想 为什么不开吾 因为你忍着成员 所以不开吾 把见识 齐心动念分别之处 如此极易的 就去贪恋 那你喜欢的 不喜欢的呢 你就讨厌 你已经堕落在成员当中了 所以你不开吾 那怎么样才会开吾呢 见识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没有齐心动念就开吾了 不齐心不动念 你看不齐心不动念是定 应定开吾 其作用是智慧先前 不是爱真 爱真是烦恼 凡夫六根接触六成金结 独生烦恼 不是贪爱 就是怨恨 所以他不开吾 圣人六根接触六成金结 统统是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严见色如是 二闻身也如是 别修香也如是 舌长胃也如是 相及过世修舌长胃 他是用香饭做佛寺 你到相及如来 相及如来请你吃饭 一吃饭就可恶了 为什么 就吃的时候 食 不被未尘所染 对于未尘 不齐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知足 修定了 在这上得定了 有一定身会 这么开吾的 八万四千法门 哪一个法门都能开吾 只要你 不齐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知足 行啊 这一开吾 就到化藏世界去了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 地盘 苏婆世界 苏婆世界的舍宝图 化藏世界 那如果是你阿弥陀佛的呢 就到极乐世界 评为狗 孙舍宝图 这真理从根本断掉了 其心动念 那么其心动念 有 不分别不知足 行 是菩萨 有其心动念 没有分别止足 他能放下 在第一层的 有分别 没有止足 没有分别有止足 那是什么人 阿弥陀佛 其心动念 分别止足 通通有 就是六道万福 佛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我们要听懂 要常常这样观想 要把它落实 在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至少 我们要修 不止足 岁月 什么都好 就是阿罗汉的经济 小乘经济 真正做到不止足 没有了 直至这个念头 没有了 就正过了 大臣 粗心为了菩萨 小臣 许他还 在经文后面还说 菩萨 各各作 相恕下 闻思妙想 几乎一切 得藏三位 你看 前面是绿心 绿世界 行事殿 这个地方 开智慧了 今 极乐妙想 以佛如实 功德无边 普逊 奢放 广作 绕矣 能令 闻想 众神 解修 佛心 陈老 苟习 自然 不弃 极乐 万物 借心 无量 宝相 何诚 奇相 普逊 摄放 世界 借心 四肆 无碍 发解 完全是 花言 简洁 我们要知道 啊 四十八月 帮助我们 认识 极乐 事情 我们认识 不清楚 所以功夫 不得了 认识 清楚 之后 想去的心 就很急 我一定要去 对于这个地方 真的 坑放下了 现在对这个身 对这个环境 放不下 就是 你去不了的原因 你真想去 真放下 用真心 待人 用真心 接物 用真心 出世待人 真诚信 真心是什么样子 摄身一刀 就是真心 守住 世善一刀 就是真心 用真心 就是戒律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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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